帮助空气进化的功能 还蛮稀奇的哦 它对我是蛮期待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Horward 今天想要介绍一个东西 要来开箱一个 我们法兰用的一个用具 这个用具相信这个牌子了 少数人会了解到这个牌子 因为它蛮少出现在马来西亚这里 是近期慢慢开始 比较活跃 这个法兰用具就是我们常用的吹风筒 就是吹风机 我们法兰师除了技术以外 基本上也是依靠用具来帮助我们 加速在每一个头发上面的操作细节 更顺利的去完成 今天就是要来开箱 它是来自意大利的品牌 就是这一片 Palace Alio 今天想要来介绍的就是 来自意大利的吹风筒 Palace Alio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盒装 这个品牌还是很大利 相信如果说是在 我们美法业工作很久的 或许他们会认识这个牌子 少数人会了解到的这个品牌 它基本上算是一个蛮强势的一个牌子 Alice Alio 它算是最新一代的系列 科技上方面都比较先进 当然它也有一些特别的技术跟功能 我们待会来分享 好 那我们就来开箱 其实它有很多颜色 这里可以看到 它拒绝了非常多的颜色选择 你可以根据你个人的喜好 来选择你想要的颜色 OK 那我们就看看里面长的样子吧 这个就是里面的样子 说明书 一个介绍 然后它的美装 就是体现这样 红筒跟付送两个红嘴 一大一小的红嘴 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它整体上的样子 基本上是蛮轻的一个重量 它的体积也没有非常的大 它体积基本上也蛮小的 而且你用起来也非常方便 它非常轻巧 它的重量也接近485克 不到500克的一个重量 不怎么会影响到你的手腕发力 它基本上还是蛮轻巧 让你可以很简单的去吹 吹刚刚的一个头发 这个就是它附送的封嘴 一大一小的封嘴 这个封嘴它的设计 它是属于那种锁定式的 所以当你把封嘴放进去的时候 它基本上是非常的牢固 它就锁着了 所以你就不怕有一些时候 然后我们吹头发的时候 可能你这一吹它的封嘴就会掉出来 那种啊那种尴尬啊什么 可能就避免了这个问题 因为它是这样的牢固 你只要把它拆出来也 也是要稍微用点力 所以这个牢固方面 所以你就可以当心 非常的牢固 所以在你吹头吹的时候 用的时候是非常的 好让你放心使用 除了重量是它的特点以外 它还有几项特点 让我们来介绍 这个吹风筒 它是有 离子陶瓷技术 什么是离子陶瓷技术 就是 Ionic Selami Ionic Selami 是近期稍微高档一点的 吹风筒都具备的一个功能 它可以快速让你头发 可以快速的吹干 节省 吹头发的时间 让你头发可以更快的 它还可以 顺利的帮你的头发 吹到比较顺滑 减少毛罩 而且可以减少头发上的静电 所以你在吹的同时 你也可以吹出一个很好的发质 另外哦 它有一项技术 是我第一次听过的技术 就是叫做空气离子技术 据说这个技术是有帮助空气进化的功能 我是第一次听过去风筒上有这个功能 还有就是帮助你进化空气的这个功能 所以还蛮稀奇的 相信是一个蛮特别的风筒 真的是蛮期待的 这里想要提一提的就是 它附送的这个插头 它是属于两个头的 这样两个头的 之前Selon有用过的另外一个 也是Ballus Loyal 它这个是青蓝色的外观 这个已经开箱用了 接近快三个月的时间了 那Selon因为是特地在马来西亚放售 所以它的原装插头是三角的 跟这个 因为这个是直接从国外进来售卖的 他们那两个插头是有点不同的 所以可能你在订购或是什么的时候 要注意这一点 这个风筒比较特殊的地方 就是关于这个后面这个小红圈 这个是目前它最新的一个技术 这个技术是这个的 这个技术 这项技术 它是无毛发系统 它这个里面这个小红圈 它可以将你从这个后座吸进去的毛发 它会长绕在这个小红圈里面 当你头发用后座来吸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头发 可能细小的头发 它会吸进去你的毛发 可是这个技术 它就会让你的头发长绕在这个 团圈里面 所以当你每次用后座来吸取头发的时候 那些头发都可以长绕在这个小团圈上 所以你就不用太当心说 那些头发 可以会吸到你的毛发里面 或者是产生一些烧焦味 当你要清理的时候也非常的简单 只要这样拿出来就可以清理了 到时候你就把这些长绕的 毛发跟它清理掉就好了 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一个设计 因为有一些时候 我们会想要快速的使用后座来冷却头发 可是难免有时候 我们会吸进一点头发 或者是细小毛发 所以到时候这些毛发 它长绕在这个小红圈 清理上就可以更好的清理它 你不用担心说 里面会有太多的头发 造成阻塞 还是烧焦 之类的问题 这个有两个档次的风量 跟两个档次的温度键 还有一个就是快速冷风键 基本上就跟我们法兰装用的吹风机 是接近的 只是它使用上的技术更先进 而且体质上来说也非常的小 也非常的快速 并且去吹干一个头发 OK以上就是今天的吹风机介绍 可能有些人会好奇说 它是不是真的这么好用 我们会来一个 近期来一个对比 你们可以期待看看 我们会跟某一些的牌子来进行对比 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绍内容 如果有兴趣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这个牌子 我们不妨可以去他们的官网看看 或许可以留言在底下 我们可以尽快的回复你们 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 欢迎订阅按赞加分享哦 跟留言在下方 我会更快的去完成我每一个更多的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